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亚洲新闻 我是主播王荣生 如果您想获得更多关于亚洲的时事新闻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马上带您来关注今天的亚洲新闻 上海危险采取权益静态管理 那上海报应一个月 全市领导干部大会前往通报 会尽早实现社会面清零 上海将采取权益静态管理 权益核酸筛查等防治措施 其中静态管理说法引起关注 市委与市政府对全体上海市民发出公开信 称在习和新的党中央领导下 没有过不去的砍 拥有一千六百万人口的浦西区 今日凌晨起封控 而浦东仍持续封控 那而目前处于封半城的上海 前日三十日单日个案首线下降 新增五千六百五十三中阳性 其中五千两百九十八中 为无症状感染 而浦东新区个案达两千两百零七中 前晚举行的全市领导干部大会 以四项方式连线全市所有接证 共三千多人参加 市委书记李强就表示 现正处于疫情防控最吃劲 最关键的阶段 要采取全域静态管理 全员核酸筛查 全面流动排查 全民清洁消杀等综合防控措施 分批实施 无缝衔接 尽早实现社会面清零 那全域静态管理是否意味着全程禁止 周一开始封控的浦东多区 按规划今日凌晨解封 根据昨晚的消息 浦东今日凌晨五十起 将按封控区 管控区 防范区 分区分类管理 其中有感染者的小区为封控区 要求十四日封闭 逐步出门 服务上门 那封控区所有街震化为管控区 落实人不出小区和七天社区健康管理 这两区以外的防范区 则落实严格限制人员聚集 非必要不出门 倡导居家办公 不跨行政区流动 期间亦要做核酸检查 那这项规定 以街道清零为标准 即一个街道 相及行政区有封所有小区 那不少上海居民就反映 浦东地区存在没有阳性个案的街道吗 到底哪一个小区能在4月1日准时解封 相当于今日开始 几乎全上海都处于封控 那亦有浦东居民说 收到指示不允许复工 复工时间等待上级通知 随后有消息称浦东辖下12个街道 24个镇有阳性个案将继续封控 那根据上海发布早前封控的浦东 浦南地区部分线路 亦将继续维持封占停运 那至于今日开始封控的浦西 地铁巴士等公共交通将全面暂停 比起浦东只有数小时准备 浦西多了5天时间准备封城 不少居民早已除粮 有些小区已由政府派发蔬菜食品 那市委市政府昨日自信全体上海市民 表示深知疫情和防控措施 给正常生活带来不便 对大家的理解支持和付出 政府质疑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 信中就指出 在以总书记习近平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校 全市人民心往一处想 近往一处死 就没有过不去的看 那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就表示 上海今天非常断然的亡羊补牢 是为挽救危局迫不得已的 那无论大多数上海人 还是全国大多数都不会接受 上海成为第二个香港 中央原上海防控专家组成员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员 刘王则在人民日报 健康APP呼吁给上海一点宽容和理解 那在3月28日浦东封城后 上海两大机场仍保持运行 但飞机停航加剧 那根据非常准APP 本周二浦东机场仅开7个国内航班 取消472个航班 近一周3月24日至30日期间 虹桥机场日均取消8成国内航班 虹桥浦东两机场前日国内航班取消率 分别达87.3%和99.7% 那昨日前日浦东机场仅有14到21个国际航班 美国如何预知普京所有举动 那虽然美国没有阻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 但拜登政府似乎看到他会到来 而且了解的非常详细 那在入侵前的几周 美国高级官员就警告说 攻击即将发生 尽管克里姆林宫一再否认 记者曾问拜登总统 为什么他如此确信 普京已确定入侵乌克兰 那拜登就说 我们有重要的情报能力 拜登还声称他清楚的知道普京在酝酿什么 精确到具体日期 那这就好像美国情报部门 有取道了解这位外国领导人的思想 而他还是一位因严守秘密 而臭名昭著的外国领导人 那究竟美国是在虚张声势 还是真的知道俄罗斯的计划呢 ABC中文报导 作为一名前高级间谍 普京知道情报的重要性 以及最大限度的减少你的敌人 了解你的计划能力 不管是真正的敌人还是假想敌 那普京不相信科技 因为他知道美国的中央情报局CIA 和国家安全局NSA 有着非凡的黑客攻击能力 那哈佛大学肯尼蒂学院的历史学家 和情报专家卡尔德·沃尔顿说 普京非常少使用电子邮件 非常有选择的使用电话 然而尽管有这些保障措施 美国似乎很早就知道他的入侵计划 并有足够的信心将他们的评估公布于众 那沃尔顿就说 美国可能依靠的是一系列的消息来源 可能来源于人 接近普京的人 古老的业内技术 间谍活动 招募间谍 那其中包括了技术性情报收集 这通常依赖卫星图像和开源情报 那美国和俄罗斯 及其前身苏联之间的间谍活动 由来已久 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 双重间谍和卧底间谍都在两国活动 例如2016年的美国大选 那根据美国情报界的说法 普京下令开展行动 损害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活动 提升特朗普的胜出率 并增加了美国社会的不和谐因素 那沃尔顿就说 试图引诱莫斯科的人 可能会很麻烦 所以美国很可能试图 通过接触被安排在外国首都的 俄罗斯政府官员完成 但那些在国外 为克里姆林宫工作的人 如外交官 可能也在从事间谍活动 那虽然美国知道 俄罗斯发动战争的计划的许多细节 但许多人对这次入侵行动 进展得如此糟糕 令人感到惊讶 他没有取得许多人预测的快速胜利 而是被一个小得多的国家 都顽强抵抗所组制 那这使得战争期间的情报收集 变得容易得多 那俄罗斯部队 似乎在使用非安全的通信方式作战 让乌克兰人能够截获他们的信息 然后准确定位部队和高价值目标 那根据战争研究所称 俄罗斯领导人 据报正在对军官和情报人员 进行内部清洗 然而沃尔顿说 普京对俄罗斯情报部门的铁腕控制 意味着针对他的政变将很难发生 那他以一种即使在苏联时期 苏联领导人也没有的方式控制他们 这些是他的强项 巴基斯坦总理快下台了 那巴基斯坦议会即将开始讨论一项 针对该国总理伊姆兰汉领导地位的不信任动议 这可能导致这位前板球明星被撤职 并使这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再次面临政治不确定性 那今年69岁的伊姆兰汉的执政表现 一直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批评 包括他在经济管理方面的表现 那当他的一个主要盟友 统一民族运动党在30日退出他的联盟后 他便失去了议会中的多数席位 那巴基斯坦议会将于当地时间下午4时 开始一场有关伊姆兰汉领导能力的辩论 而针对该动议的投票 预计将于下周一举行 根据巴基斯坦的宪法 总理由下议院的多数票选举产生 而国民议会共有342名的议员 候选人需要得到172名 或者更多的议员的支持才能成为总理 那同理要想通过针对总理及其内阁的不信任投票 也需要票数达到这一水平 那如果伊姆兰汉在这场投票中失利 那么议会可以继续运作 直至2023年8月其5年任期结束 那在此之后 该国将在60天内举行大选 而在此之前 国民议会将会投票选举出新的总理 以完成剩余的任期 而总理候选人可以由议会中存在席位的任何政党提名 然而新的首相可以立即要求举行大选 而不必等到2023年 那部分宪法分析人士就称 如果没有候选人能够获得多数选票而成为总理 那么议会就会被解散并举行大选 那伊姆兰汉正面临着一场紧张的投票 特别是在他已经失去了联盟伙伴的情况下 当他领导的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 在2018年大选中赢得多数席位之后 他成为了该国总理 但是该政党并未获得压倒性多数的选票 因此必须组建联合政府 那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拥有155名成员 正是联盟伙伴 让伊姆兰汉得以跨过172票的门槛 并在2018年成功当选该国总理 在过去的三年内 由该党派领导的联盟人数有所增加 那伊姆兰汉就命令正义运动党的全体议员 在投票当天不出席议会 以降低意见人士秘密支持 罢免他的动议的可能性 那这种缺席并不会损害伊姆兰汉的利益 因为他并不需要获胜 他只需要确保反对派得不到 他们所需的172票 那伊姆兰汉还向法院请愿 要求终身禁止那些 与他的事业不一致的人员参加选举 目的是劝阻那些潜在的异见人士 从都市走向丛林 争取民主的缅甸人 那纽约时报报道 在距离缅甸东部前线约1.6公里的一片山顶丛林中 住着一群为真主民主 而从都市迁移到丛林生活的缅甸人 那缅甸政变已经过去一年多 缅甸的民选领导人投入监狱 那1700多名平民被杀害 至少1.3万人被捕 而持续至今 缅甸仍处于战争状态 一些意想不到的人也加入了战斗 一边是军政府除了短暂的半民主治理时期外 他也用残暴的武力统治了半个世纪 另一边是成千上万的年轻城市居民 他们放下了大学课程 电子游戏和闪亮的指甲油 选择拿起武器进入生死一线间的丛林 纽约时报记者就叹反了缅甸东部一处雨林营地 那里有一个新兴民兵组织 大约3000名的成员就生活在简陋的竹屋或防水游布帐篷里 他们几乎每天都在战斗 比起拥有东南亚规模最大常备军之一的缅甸政府 他们的人数微不足道 但这些纪时代的战士已经让这支长期以战争罪行 作为标志的军队惊讶不已 如今被称为缅甸国防军的缅甸军队 不仅没能巩固其控制 反而被迫在数十条战线上作战 那战火从靠近印度、中国和泰国的偏近地区 一直烧到了缅甸中心地带的村庄和城镇 几乎每天都会爆发小规模冲突 每天也都有人员伤亡 那一名义名为白雪公主的女生就表示 去年5月他前往一处 由少数民族武装组织控制的地区 该组织数十年来一直在争取自治 至那以后 少数民族反抗军和国防军的逃兵 就在教他如何给步枪上档 如何组装自治手雷 以及如何在战场上进行验商分类 他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有理想的 我们相信自由 曾是国防军亲部兵师上位的柯丹 也表示国防军只知道如何杀人 那柯丹对数百名平民进行了战术训练 而从社工变成民兵士官的脑体 就说我们必须保卫自己 他指了指披击炮和火炮弹药的碎片 那些战争的残片 如雨点般落在他所在的丛林营地 那现在缅甸全境有数百个民兵组织 松散地组成了所谓的人民防卫军PDF 每个民兵团都宣示效忠于一个平民影子政府 即在暴动后成立的国家团结政府 一些民兵部队由被罢免的议员领导 那国家团结政府就表示 已为战争筹集了三千多万美元 大部分都是平民捐款 资金的激增造成了一些不寻常的失衡 那少数的民族武装组织的老兵们 还在用绑子交代的旧步枪作战 而在大家依然武器短缺的情况下 人民防卫军的一些成员炫耀着 带有昂贵瞄准镜的新武器 那一些年轻的参战者应参与政治后抗议 而发出的逮捕令东躲西藏 他们别无选择 只能逃离 对于缅甸年轻一代的成员来说 政变即是回到几乎无法想象的过去 之前缅甸一直是地球上最孤立的国家之一 自政变以来 由敏昂来领导的新军政府禁止社交媒体 破坏经济 并再次使整个国家陷入贫苦 那联合国调查人员就表示 缅甸军方对待该国一些少数民族的方式 带有种族灭绝的特征 本月美国还将缅甸军队针对 罗兴亚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运动 列为种族灭绝 新闻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 布鲁斯·威里斯席影 什么是施语症 那美国著名演员布鲁斯·威里斯的家人 周三就宣布 威里斯由于患施语症 决定终止演艺生涯 全球许多影迷都对此感到惋惜吃惊 那现年67岁的威里斯 自80年代以来出演了数十部影片 尤其已出演好莱坞系列动作片 Die Hard而遇满全球 那威里斯突患施语症 不得不退出影坛 造成该病的原因主要是有哪些 又有什么治疗方法呢 其实施语症表现因人而异 它是一种认知功能障碍 那影响患者的说话 书写 阅读和正确理解语言的能力 根据英国全民保健系统NHS网站的讯息 施语症的症状可以包括 当一个人出现语言或讲话困难时 通常有左脑受损伤 例如中风所致 妨碍阅读 听力 口语 打字 或者是书写能力 口语问题最常见 可能涉及不正确的单词组合 比如词不达意 但威里斯佳人并没有透露 造成他施语症的原因 那施语症其实还分为流畅性施语症 和不流畅性施语 那流畅性施语患者往往说话过长 但缺乏意义 让人听不懂 而导致不流畅施语病变的通常是大脑全部区域 那尤其是与语言流利程度相关的大脑前耳叶 他们能听懂别人的话 但自己语言表达却有困难 其结果就会出现许多句子漏词现象 患有不流畅性施语症通常会意识到这些欠缺 因此会感到沮丧 那根据美国妙诱医疗国际 施语症情况往往在中风后突然发生 但脑臭伤 脑肿瘤 感染或是脑功能退化 也可能导致施语症 施语症还经常伴随其他一些认知问题一起发生 例如记忆问题或是糊涂困惑 然而施语症也未必是永久性的 由于扁头痛 癫痫发作或是短暂性脑缺血 发作都可能导致出现暂时性的施语 而施语症通常的治疗方法是言语治疗 该治疗既可以单独进行 也可以分组一起治疗 既可以亲自面对面接受治疗 也可以通过电脑进行 但无论哪种形式 总会是由语言理疗师来带领 那施语症治疗旨在通过帮助患者 利用其剩余的语言技能 改善患者的交流能力 尽可能多的回复其说话能力 同时使用诸如手势 图像 或是使用电子设备学习 其他形式的交流方式 那英国NHS就说 效果可能因人而异 但大多数人会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另外一些人甚至会完全恢复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新闻的全部内容 我是王若生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